重點是突醒澤在嘉義市 好多過去淹水 我跟你講我們台南或者嘉義或高雄 我們這次遇到的雨量是 瞬間那六個小時的雨量 是比莫拉克還大 隔天是七月半 是滿潮 三個水庫泄洪 也就是所有最嚴酷的狀況 我們在8月23號以後那三天 都經歷過了 所以如果這一波有通過沒淹水的地段 算是用的 嘉義市以前可以隔絕 有哪個素材這次都沒淹 原因是你看突醒澤 他把它下水到清淤的發包 不是發包工程 也不是發包說這一段讓你做多久 不是 它發包量 你黑幾公 挖了多少噸的淤泥淤積物 就算多少錢 那你包上什麼 拚洗命後 還派人監督 你不要從外面偷再來 所以它那個輕調的效果很好 可是這一次台北市 那東區啊 中治紀念旁 那個韓 湘韓不是最大嗎 它應該有輕啦 但是我現在講 那怎麼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台北市的狀況我用數字來對照 8月23我剛才講南部的雨量大 然後你們是9月08嘛 對 高雄有一個觀測站在前鎮 它的最高的雨量那個小時是108 11雨量 118毫米 那大安森林公園的觀測站是89.5 所以高雄這邊很明顯多很多 再來治水預算 我拿高雄來比比較公平 你拿台南嘉義去比 那今天就台北市的領頭了 高雄在1982年 為什麼用1982年 因為那有一個專案一個專案 而且治水是20年前做的工程 搞不好現在才能檢驗 才知道有沒有效 像原山紫分紅到最後 你要一段時間才知道 越來越大海越好 1982年治水的時候 高雄那時候分配到162億 那從那開始之後有一個叫做 液淹水地區整治方案 總和治理方案 我看到有些台北市政府 還是網路上說 欸 這樣台北市是0 真不好意思 那一筆錢是讓台北市以外的人 散架管齊去搬的 台北市有一個中央的特別預算 包含基隆石河 這個原山紫分紅道 在那個1982年的 那一個橫截面來算 台北市就花了1607億 高雄是162億 你看差多少 差10倍 那整治面積 光高雄就要2952平方公里 台北市 我怕台北市太小了 台北市只有245 我們比較公平 把北北基的面積都算進去 2457平方公里 也就是在這樣子的雨量 高雄的雨量 在比它大的狀況下 台北市煙到底合不合理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78mm以下的還是照樣煙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在台灣以外的地區 台北市是用200年的 從新再現的防 這個洪峰標準在自洪 也就是200年為標準 在台北以外很多地方 是用多少呢 用25年的 用50年 也就是我們的標準 是你們的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是你的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結果你營了比我們嚴重 你的錢開我們的十倍 這個東西其實要好好檢討 你到底哪裡出問題 你是人魔不章 該像博文講的 該開的抽水再沒有開 瞬間雨下來 還是你過去的下水到清淤沒有清 我光明白知道有個事情是從突醒 從柯文哲做市場以後不做的 就是那個 大條的那條河是怎麼河 淡水河 淡嘴河的清淤你去查 停止是從柯市府開始說 要去挖那個農費勤 那個讓中央去清就好了 就不清淤了 當你河川不清淤水位就上來 水位一高你的水壓力就出不去 就會塞在你的側溝 側溝出不去就跑到馬路上來 所以整個清淤你用突醒則 用很少很少的預算 真的是台北市零頭的預算 相較於台北市這次的淹水 你去看一個人的 城市治理的能力 是可以檢驗出來的